为了加强第一线工作人员的防疫安全 花莲县卫生局派出专案团队 前进花莲市公所清洁队 为清洁队员施打第三剂疫苗 提升接种率也要保护清洁队员和市民朋友的健康安全 清洁队员每天与民众接触频率高 防疫准备更要提高规格 花莲市清洁队员的前两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达到100% 第三剂的追加剂也不能疏忽 前两次的接种我们接种率是达到100% 那我们因为最近疫情有加温的一个趋势 那我是希望我们同仁都能够打第三剂 毕竟我们清洁队员跟民众的接触是非常的密切的 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 那所以我们就主动来协调我们卫生局 来协助我们力部力队来支持我们第三剂的接种 那我们的同仁也都很配合 花莲县卫生局特别派出专案团队前进市公所清洁队部 究竟为清洁队员们施打第三剂疫苗 针对就是第一线工部门的部分 像花莲市公所还有代表会 还有护证事务所 那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线的清洁队的那个伙伴 那就是我们有针对这些就是提供疫苗接种的服务 当然会先查询它那个疫苗接种间隔的时间 所以就是会请那个比如说清洁队这边就是提供黄卡健保卡 那我们就是当然就是做那个查询的动作 要满第三剂当然就是要满12周84天 然后经过查询以后那医师在做评估 然后体温等等 那在做疫苗的接种 从健保卡和黄卡的身份核对到专业医师问诊评估 接下来由护理人员为队员们一一施打 由于清洁队员们有任务编组 必须考量疫苗副作用的影响 因此分为两个梯次来施打 务必要让每一位队员都可以完成完整的接种 提升自我防护力 也保护民众的健康安全 这里会欢视报道